大家好 欢迎来到场收入美 我是陈老师 今天我来重点来讲一下 就是国际的本科的申请的学生 他的waiting list 转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有几个关键的步骤 还有对国际学生的几个可能的坑 好的 在讲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 你点一下订阅这样的以后 有新的视频 你就可以立刻就知道 我讲一下这里主要有七个步骤 首先我先说一下 waiting list 就是你的等待的 因为你录取可能有三个结果 一个是录取了 一个是拒绝了 一个是你在等待 你等待可能转正 也可能不转正 在等待的转正 如果你被转正了 这是一个惊喜 但是你不要期待的说 你等待就一定会被转正 这个不要抱太大的信心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不去按照这个步骤 那你是肯定不会被转正的 第二个我想说 转正它的流程是不透明的 你根据经验 就是说基本上是招生官 对你有印象的学生 或者学校特别需要的学生 比如说乐队 需要一个黑管 或者什么样的 可能他会从你里面去找 或者你跟学校来 提出来你的愿望特别强烈 那么可能会找这样的学生 而且转正的过程 是他要填满这个位置 到时候是非常急的 他没有一个说 你有两个月的选择时间 基本上就是两三天选择 好 那么讲这七个具体步骤 第一个就是 你如果收到学校的通知书 说你非常好 但是我们把你设成转正 那么你第一步 你要说我要来接受转正 接受转正意思就是说 我愿意等 如果你学校给我机会 我愿意来考虑 这里面并没有说 给你机会 你一定要去 但是你如果不回信 学校就认为说 你不愿意考虑转正的机会 我就不考虑了 所以转正它有一个接受 你只要接受了 你才后边才有被转正的机会 如果你不接受 你后边就没有被转正的机会 所以在第一步你要接受 第二步就是说 你要向学校表示自己的 对这个学校感兴趣 那么你这里边可能又有三点了 第一个就是人家表达自己的爱心 决心 说这个学校如果录取了 我一定去 我多喜欢这个学校 这个叫Demonstrated Interest 就是我展示出来的兴趣 第二在这里面 我们建议 你要写一下你的这些新的情况 比如说在申请里面没有提到的 比如说你的新的分数 你的特长 新的奖项 在这个过程 最好做一下 你以前的申请材料的一个回顾和评估 因为有的比如说是自己做的 DIY的 有的是学校的顾问帮你做的 有的是外面的顾问帮你做的 那这时候 你要有一个评估 就是当时我申请材料 这个package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 比如硬伤或者软伤 有没有这些东西可以比较容易的来改 或者我哪一项 我没有提出来的 比如说像我女儿 她又是俱乐部的头 又是什么有社会活动 又什么下校 她有就没有提出来 那么你比如下校的话 那么你去到布朗的下校 那么你也可以跟布朗相似的 那你也可以说 我这个很喜欢这一类的学校 这些都可以来提 因为你下校 对吧 你夏天没有去瞎玩 对吧 你去学习了这个三周 那肯定还是说明对学习是有这个兴趣的 那么第三 就是感谢对方的时间和考虑 然后第四 就是在申请 就转正的文书 它是一种特殊的文书 它也属于是一种申诉 所以在这里边 就是不易很长 也不易很频繁的去信 那么这里边如何来措辞 如何来使用 这是一个有一定的规范的 如果你要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建议还是有专家来帮助你 比较好 好 这是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就是你那边等着转正 对吧 这边你也不能说 我别的学校我都不去了 我就只等哈佛 对吧 你哈佛要转正 没转正了 那么就完蛋了 所以你还是要付 你已经录取的学校的押金 比如说我被纽约大学录取了 我先把纽约大学押金给付了 对吧 然后我再等转正 然后第四步就是要准备好 因为转正很有可能有面试 一般面试都非常快 大概在24小时或者36小时之内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学生 就是芝加哥大学 给他发转正的 waiting list的面试通知 那么他肯定也是说 比如说我有五个位置 我要面试15个学生 你这个机会就很大了 你这个时候就不要错过 而且这个时候 很多的像我们的学生 那就立刻来做一个面试的准备 面试的辅导 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灵丹妙药 但这里面 他还是要一个这种仪态 一般的问题的这种回复 我们会估计他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还是做好准备比较好 那么这里边你要等面试 也有的时候转正 是没有面试 也有时候是有 但是如果有面试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 所以你要经常的查看你的邮箱 第五就是 你如果真被转正了 你要决定 这个转正 我要不要接受 如果要接受 那你要交新大学的押金 这样我就把这些 这个位子给确定了 好 那第六个 就是说 你要去告诉原来大学 我不再入学了 你最好是告诉他 因为要不然 你会浪费人家的一个名额 这样的对新生 对以后的申请的学生不好 就对你们同样的学校 同样的背景的学生申请不好 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你不告诉的话 原来学校可能已经在移民系统里说 我比如纽约大学 我已经期待这个学生了 所以你如果在签证和在过关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你还是告诉一下原来的学校 那么第七个就是国际学生 以前像纸质的220的时候 你要退回220这个文件 那么现在你要告诉学校说 这个220请你收回作废了 那么你同时你要管新的学校 要求这个新的220 有的情况你是要转这个220 比如你是美高的 那么你要转这个220 那么这个要尽快处理 这里边还要分你是人在美国境内 还是在美国境外 这个转220可能会有些不同的状况 所以如果要是你比如崭新的220 那你就不需要 比如你是中国的高中 那你申请美国的本科 那你是崭新的220 那么你这个就无所谓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美国高中 如果你的高中已经把你的220转到 比如说纽约大学了 你现在要想从纽约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 那这里边就需要有一些过程 那么因为你从纽约转芝加哥 这也不是人家的工作的重点 对吧 那么如果他说我就不给你转了 你就重新入境 他如果不了解你这个情况 那你这个就会非常麻烦 那你220就面临着激活不了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你如果又是美高已经有220了 而且你人又已经在美国了 我建议你还是找这个有专业的顾问 有这个经验的顾问呢 来这个给你来咨询和规划来帮助你一下 好的 那今天就讲一下这个国际学生的这个转正的 这几个关键的步骤 还有可能的坑 那么转正呢 一般呢就发生在5月份也有 6月份也有 就是在这段时间 因为转正嘛 他就是说呢 我这个以前呢 有这个学生已经就是我给了录取 但他没有来 所以我现在又多了几个名额 我像转正的人来填 他一般都是这样的 你像不会说 这个这个志亚大学啊 有位子没人要 我到开学空着 这个不会的 你要去迅速的把这个 他的空位给填上 所以呢 你遵守这7个步骤呢 也可能的会有非常好的 结果 有这个惊喜 好 那今天呢 关于转正的聊到这儿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问题啊 意见 建议啊 或者不同的意见 你都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点一下下刹大拇指 这样平台推荐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如果你有留学美国呢 美国教育有任何的这个疑难杂症呢 也可以这个私信我 我呢 尽量回答 然后呢 或者安排时间来回答 或者有同事呢 来给你来解答 好 那最后呢 感谢你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点赞和转发